你就看看那些車禍照片 那果然之後一碰撞啊 那整個像 捲起來那個 撞爛的程度實在很可怕 你都很難想像說 有一台車可以撞成那樣子 107年那時候 曾經質詢行政院也 甚至提出 建議台灣應該要 設立我們的TNCAP 就是所謂的新車碰撞測試 後來經過當時行政院也同意 開始就 編列預算 從107年 開始執行 當時是匡列6億 1800萬 將近6億2000萬 那到今年的預算 大概進度是4億 但是只有執行 1億1000多萬 也就是執行率 不到20% 部長知道這個事情嗎 知道 因為有一些 招標或者是委外的進度不理想 新車安全平等 當時最反對的是誰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交通部的官僚 他們最反對 你旁邊後面那些人最反對 所以我認為 執行進度會嚴重落後 就是這些官僚 有意無意在抵制 他的背景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進口車都有附有 新車碰撞的測試數據 然後他們車子進口到台灣 他就減負國外的那個數據 那我們政府也採用 但我們國產車是沒有 所以過去齁 這些國產車廠齁 他們都反對 做碰撞測試 他們都是寫 及格或不及格 所以每一家看出來都是及格 我看你報告裡面寫這些理由 跟當年反對理由 跟我過來每一年追蹤這個進度理由 都一模一樣 我認為不要再給理由 不要再找理由 你本來宣布是什麼時候要完成 你知道嗎 近年底呢 那你現在預計什麼時候 要到112年 整整慢兩年 負責這個事情的單位的人 你不換掉 他們就會給你搞鬼 你就永遠搞不出來 以前說沒有錢做事情 你現在給他錢他也不做 理由一大堆 這些都是你部會之間單位協調 什麼你交通部跟車安中心 跟車熱中心的付款條件 也會談不容 開玩笑 都別別人在單位 欸 這事情會推不動 我個人看法 我向部長你看看 如果是這些官僚 在給你搞鬼 在刻意抵制 這個一年一年拖 那他們拖多久 算多久 這些人你不給他做一個徹底整頓 做不出來 行車安全膨脹 等了那麼多年 而且行政院當時 合定的政策 那委員的關切 跟推動 我們會加速來進行 那當然現在已經簽約了 那因為涉及到車安車廁中心 當然有一些設備 這些我想要來執行的單位 部長你在 你在報告裡面寫得非常好 你說這些為了 使用人的行車安全 還有資訊透明 都講對了 你本來就是要讓消費者了解 我買了這台國產車 它的碰撞系數 安全系數 到底是多少 國外都寫得很清楚 由60到100 我這個是88分 他是幾分 就是說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分級 分數 你要讓消費者了解 你買的是一個 什麼樣的安全狀況的車子 資訊要透明 第二個 你如果有比較 資訊透明就會有比較 有比較就會有進步 這些國產車它才會提高 這方面的安全系數 你就看看那些車禍照片 那國產車一碰撞 那整個像 那個捲起來 那個碰撞那個 撞爛的那個程度 實在很可怕 你都很難想像說 還有一台車 可以撞成那樣子 甚至有時候不是很大的衝撞力 我認為這部分的 資訊應該要透明 你寫得非常好 提升用車人的安全 然後資訊透明化 你要緊盯這項計畫的監督 好不好 好